从明年起,慈善筹款活动监管程序将简化 募捐者只需要在慈善网站上上载募款的详情 让公众查核,就不必再向警方申请严加爱护募捐的执照 慈善总监办公室会在今年底公布细节 目前如果筹款活动是以严加爱护的方式进行的话 募捐者需要向警方申请执照 前调整一旦落实,在慈善法令下注册的慈善机构 合金批准的海外慈善募捐项目 可豁免申请严加爱护募款的执照 但必须把详情上载到慈善的网站 这样一来能够减少行政手续 另外一项将推出的措施是帮助慈善机构 识别恐怖主义融资风险 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应对能力 以防不法之徒把仇德的款项 转移到资助恐怖主义活动